近日,中国正式向全球公开宣布 3500辆挖泥船聚集南海 12座岛屿同时开工 再造一座海南 此消息已经发布后 联合国直接惊叹到 又一世界奇迹诞生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同时建造12座岛屿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南海是我国面积最大 资源最丰富 战略地位最显著的海域 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廊道 还是贯穿西太平洋南北海域的咽喉耀道 周边分布有9个国家 国际形势复杂 富饶的资源让东南亚各国垂涎不已 为资源冲突埋下了隐患 所以巩固在南海的控制权 对我国的海洋资源开发 贸易运输以及国家安全都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南海诸岛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 南沙群岛在地缘环境中处于前锋位置 岛礁的建设已知深受国民关注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在南沙永属礁建立首个海洋观测站 如今已时空8座岛礁 岛内建设未然成风 从中体现出大国的强势崛起 而就在近日外媒报道 中国在西沙群岛的宣德群岛发现12索沃尼船 这些船只正积极进行填海造岛工作 以解决岸礁对航道的威胁 保障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发展和建设 并应对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挑衅行为 这一消息引起国际广泛关注 特别是南海周边国家的恐慌和忌惮 对此联合国都表示 中国又要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奇迹 现如今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的国家 早在2013年至2017年间 中国在南沙地区的翠田建设了7座岛屿 这些岛屿的建设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南沙地区的控制能力 其中美济岛已成为南沙地区面积最大的岛屿 达到5.66平方公里 比之前的太平岛面积还要大13倍 最晚 主壁岛和榕树岛的面积也远超太平岛 并且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因此 中国有能力再次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 谁不知道中国基建狂魔的名号 再加上如今中国有12艘造岛神器 以及中国制造的最先进的较西湾泥川 据说最快只需要一两天就能够造出一座岛来 虽然美济岛很小 但岛礁及其周边海域渔业却很发达 拥有丰富的石油和渔业自然资源 而作为南海的前哨海岛 美济岛及其周边岛屿对我国来说至关重要 是中国南海的大型天然避风岛 可以通过重吨位船舰 如今南海上已建成六座人工岛 美济岛和主壁岛 永熟岛都是面积比较大的岛屿 目前主壁岛人工岛面积4.3平方公里 永熟岛面积为2.8平方公里 而且作为南海三大岛屿 都建有军用机场 并且美济岛与周边其他03岛屿相连 形成一处外表成新型的环形岛 岛上修建了医院和社区 除此之外 人们还发展起了南海当地的农业和旅游业 建成后的美济岛成为南海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 大量的渔船和海舰在此停泊 毫无疑问 这对促进地区经济生态发展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崔岛 美济岛与其周边岛屿作为南海的潜上 还可以时刻预防邻伯的各种步伐行动 即是为我国海军提供补给 如今南海地区几乎全面布防 处处布满雷达警报系统 有了缓行岛后 南海的军舰和战机就有了更方便的港口来落脚 如此一来南海的军事实力也会得到大大增强 西沙群岛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 优先的群岛和永乐群岛组成 据报道 这次发现的瓦尼船主要集中在西沙群岛的七连雨 这些岛屿地势前 适合填海造岛 如果这些岛屿连成一体 将形成一个面积达40平方公里的巨大岛屿 相当于马尔代夫首都马列岛的25倍 此一来西沙群岛还具有壮丽的海岛自然景观 未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旅游度假胜利的潜力巨大 地理位置优越 是中国海南省三沙市的行政中心 该地区曾受到越南的侵占 但在1974年的西沙海战中被中国成功收复 并一直保持控制至今 据报道 我国已经派出多艘工程船只 将内宣的群岛北部的12个岛礁进行吹田 连成一个较大的人工岛 一共为三沙市政府驻地永兴岛 永兴岛上有三沙市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是我国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战略中心 岛上也有完善的生产和生活配套设施 完全具备城市的基础功能 这些都是中国基建的鬼斧神工 为了加强我国在永兴岛上的军事力量 还在岛上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系统 甚至还有导弹和各种战机 如今的永兴岛算得上以速 超过十万吨级以上的核动力航母 牢牢地盘踞在中国南海前线 守卫着我国的领土主权 而正在填海造岛的宣的群岛 就将作为永不沉没航母的保镖 既能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 也肩负起保护永兴岛的职责 或许是比较偏向于战略防御 因为此前我国在南沙群岛 已经填海造岛了几个岛 在南沙腹地形成犄角之势 就是针对美军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 如今中国要重启西沙填海 大量挖泥船聚集南海 又一艘不成航母或江舰程 这都是因为美飞的一系列行动 严重威胁到了我国在南海的布置 这种情况下我国不可能坐视不管 美军增加军事力量难道我国不会吗 这一次江填海造岛的位置 选在西沙群岛 是想要在这里建立起第二道防线 架在南沙防御体系与本土防御之间 能够及时地对南沙进行增援 极大程度地牵制了美军新增的军事存在 这其实已经算是一种警告了 一旦填海造岛工程完成 将对美飞造成更大的威压 其实事情本不用走到这一步 关于南海局是我国一开始的态度 就是想坐下来好好说话 搞一个相对公平的南海行为准则 中国直接用万吨神秘船指吹沙填海 一座座岛礁拔地而起 并且在多个新建岛屿上建立军事设施 强化了中国在南海的防线 也显示了中国对南海的坚定控制 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我国在南海的基本盘 我国之所以选择填海造岛 其实都是受周边萧小之辈所迫 大家都知道南海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 南海地区的争端就没有断过 甚至有一些海域和岛礁被周边国家 比如菲律宾和越南乐意侵占 为了维护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我国就派了士兵常年驻守在南海岛礁上 然而很多岛礁距离大陆都很远 进行物资补充比较困难 驻守在岛上的士兵们生活都比较困难 此外南海还有很多小而零散的岛礁 更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所以我国就决定进行填海造岛工程 并且是大规模的进行 在人工填造的小岛上建造了机场 如此以来就方便物资的运输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填海造岛了七个岛 分别是美济岛 永蜀岛 主臂岛 华阳岛 南勋岛 东门岛 以及赤瓜岛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国收回的岛 就比如美济岛曾被菲律宾非法侵占 中国收回之后直接将这座原本小小的岛礁 吹沙填海成为中国南海第一大岛 南海还是中国最大的油气储存区 运藏量高达数百亿吨 称之为资源保库毫不为过 和其他三大海域相比 南海还具有独特的水深优势 平均水深一七二百多米 通航条件优越 每年通航船只达4.1万艘 亚洲地中海的每域实质名归 上世纪七十年代 南海海域探明巨大的石油储量 菲律宾 越南等国蜂拥而至 先后控制了44个价值较高的岛礁 2007年 越南和马来西亚开始在南沙群岛填海造陆 并在侵占的岛礁上修建军事设施 企图使之成为南沙岛礁的指挥中心 其野蛮行径令人不耻 应对多变的南海局势 我国自然予以强力回应 在南沙展开了规模浩大的填海造陆工程 2013年 我国派出大型书军挖泥船前往永蜀礁填海造陆 经过艰苦作业 郊区建成了2.8平方公里的人工岛 主权碑 航标灯 通讯站等设施相继建成 如今的永蜀岛已成为高楼林立 设施齐全 生态优良的海上都市 未来海将发展成南沙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 可以说我国尝试引入的植物基本都能适应美积交的环境条件 生态都市的建设不再是渴望不可及的梦想 南海岛礁的建设项目体现了中国的崛起 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定义 我们下期再见